人手一擊捕捉教宗風采 教職員和學生夾到歡迎 準備與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共度這趟致力行的最後一夜 德師教宗要來演講 聖地牙哥這所天主教大學的禮堂 擠進了滿堂觀眾 教宗勉勵年輕人 在現代生活步調的追趕下 努力保有省思的習慣 並不是要延緩追求新知的速度 而是要讓大學校園成為一個開放各方對話 凝聚共同意識的空間 當天 教宗在聖武聖殿堂的另一場演說 則是展現了充滿幽默感的一面 不 實際上 智利的天主教徒已經從總人口的七成以上 跌到五成以下 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宗教更是冷感 最大原因就是認為教廷與現代生活脫節 面對質疑教宗也正面接招 無論是為性醜聞滅火 或是展現教廷與時俱進的決心 教宗都秉持著一貫真誠懇切的態度 短短三天訪問 相信已經留給智利人民無限感動